最近的调查发现一半的美国人不赞成在招生当中使用平权措施 又称为优惠性差别待遇 另外有七成亚裔反对将学生的种族背景作为录取的考虑因素 来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美国最高法院有望在7月4日前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招生案件做出最终判决 可能解决大学录取基于种族的平权措施40年来的争议 PO的研究发现只有33%的受访者赞成在大学招生中使用平权法案 事实上连加州纽约这样的左派州选民也一再拒绝在招生中采取平权的做法 对平权措施的支持在不同族裔和政党中存在巨大差异 近一半的分议表示他们赞成大学招生中考虑学生的种族背景 西班牙裔赞成和反对的比例都是39% 白人和亚裔是比较反对平权措施的 分别有57%的白人和53%的亚裔不赞成在招生中考虑种族背景 按政党划分 在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中 大约4分之3的受访者不赞成在招生中使用平权 其中48%的人表示他们强烈反对这种做法 民主党人更支持平权措施 54%的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成年人对招生使用平权表示支持 平权措施的支持者表示 将种族作为大学录取的一个因素是增加学校多样性的一种方式 最高法院审理的两项入学招生案的原告 《学生公平入学》组织在法律文件中称 平权等政策对白人学生构成歧视 该组织认为在招生中使用族裔来追求学生群体的多样性 显然是错误的 平权措施最早来源于美国前总统甘乃迪 在1961年的一份行政令 在这份针对联邦政府承包商的行政令中有写道 承包商不得因为种族、信仰或国籍 而歧视任何员工与工作申请者 随后高校开始在招生过程中 考虑申请人的种族背景 将平权概念引入到了教育领域 中天中望 中立报道